一二二十二岁来自江苏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是同学吗 是同校 校友 校友啊 对 我师姐 恋爱几年了 师姐 恋爱一年半 师姐先追的师弟啊 不是 他先追的我 追的时候没那么大脾气 对 追的时候可绅士了 追到手了呢 追到手之后 整个人就跟变了一样 特别大男子主义 什么事都要我听他的 你说我也是个人 我也有自己想法 是吧 我不可能说什么都听你的 不听他就发脾气 对我吼 是吧 没有什么事都对你吼好吧 你还没有吗 你不记得那次跨年的时候 就因为我迟到个几分钟 你就骂我 是不是你 因为什么迟到 怎么迟到的 为什么迟到 你说出来 那当时不是因为 你是大概十二点到 我大概八点钟就出门了 我说先去吃个饭 吃完饭来了之后 我说还有很多时间 我自己去看个电影 先打发一下时间 结果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我没看到 在电影院的话要静音 我就因为迟到了个几分钟 过去之后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 就对我吼了 不给我留点面子吗 不是 你是几分钟吗 十八分钟 真的十八分钟 跨个年迟到十八分钟 我从五十五硬等你的 是不是 十一点五十五等你等到那个时候 那你当时都精确到十点十七分 都精确到分让我出去 不是 那我精确到分有错吗 我精确到分你会 你会蓝点吗 不是 矫情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跨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开心 对啊 两个人 是啊 跨年本来是 开不开心 不开心了 不开心了 不开心就分手呗 跟人发什么脾气啊 就十八分钟嘛 矫情的真是 你也是 就这种男朋友还不翻身就走 还有什么好听的 哎呦 他强势 受不了你走啊 他平时也不是这样 之前的总是不是这样 所以啊 你宠着他呀 接着说嘛 本来跨年是就冲着开心去的 我说那我给你道个歉吧 不依不饶 非要跟我讲道理 说你怎么怎么样 我不是因为你迟到 而是说你没有按我说的来 你按我说的来 保证迟到不了 除了这个 你说你买个耳钉 你说自己一个男生 不好意思去 那时候特别开心 我说我带你去吧 走到那边 没买车还来我 事情不是一个事情好吧 你有强词多理 我在里面买耳钉 是你带我去的吧 我就挑中那一个 我说挺好看的 他说丑 然后其他的 我问这个可以吗 一般 这个可以吗 还行 这个可以吗 还行 你都这样 你让我买什么 那你自己买耳钉 不得看你意见吗 我本来就只是 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是不是说 你带我去买耳钉的 然后在那 然后又不给我出主意 那干嘛呢 我是带你去 你就出了一个主意 丑 对啊 我看着丑 就是跟你说了呗 我就觉得那一个好看 那你觉得好看 你就买呗 强词多理 你说我强词多理 你说你当时 直接甩脸子就走了 我当时可尴尬了 我还不知道 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为了缓解尴尬 我就说 你把雨伞带着 理都没理 我就出去了 不是啊 首先我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雨伞 其次 我在那是不是 给你使了颜色 那里面就是 销售人员特别热情 我买也不是 不买也不是 那里面东西吧 看着感觉特别刺 然后价格还特别高 我花那个冤枉钱干嘛呢 花那钱 还不如给你买个口红呢 你说是不是 那你直接说 不买不就得了啊 那你为啥 非要给我试颜色呢 靠这张脸呢 那你这样直接走掉 你觉得你这张脸 还有吗 那你给我一个台阶下 不就行了吗 你咋不跟我台阶下呢 我给你挤颜色 挤挤挤挤挤挤 还不行吗 那我没瞅着不行啊 继续吧 还有什么大脾气 还有就是 他自己唱个歌 我说我不想听 不行 我得听着他唱歌 还不能讲话 我自己听个歌也不行 就直接就吼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唱歌 那我就不想听了 咋的啊 不管是谁唱歌 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 我在那唱个歌 我唱歌的时候 你要么是不是把耳朵鼓着 要么是不是带着耳机 不听歌 要么是不是就跑出去了 是你吧 没错吧 那我不想听还不行 我连不想听的权利都没有 不是啊 一次两次伤害我的心啊 我怎么就伤出你心了 你自己唱歌难听 你不知道啊 我唱歌真没那么难听 好吧 我就不能昧着良心 说你唱个好听 行 师姐 有道好 我现在明白 你们俩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了 看来不仅仅是男生弄你的 你弄他也毫不留情啊 挺好的 来吧 继续吧 还有什么要控诉的吗 平时就必须得听着他的 他说啥都只是通知 我没有什么事都通知 我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着来 对不对 你是商量吗 就比如说唱歌 我说我不听 然后你就骂我 我要是听了才行 那我是真的不想听 那你是对我那个伤害好不好 那哪是伤害了 我唱歌你不听 你干嘛还堵着耳朵 我哪里堵着耳朵 你唱的歌 我都不知道歌啥调了 我自己戴个耳机 我在安慰你啊 你那是安慰啊 大声的安慰而已 可以吗 那我不想要 我想要小声的安慰行吗 那你为啥 你问饭哭呢 我问你啊 你哭什么 你哭 能大声的安慰你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女生你知道吗 这对她来说也太突然了 就像你突然一样 那你打游戏 让你打游戏 哭了 男生想的是 我多费心啊 两个店点的外卖啊 那是我的心血是吧 真的是 真的是 哇 难吃 哇 太难吃 两行累下来了 哎哭 弄死你 太一对了 你们俩太一对了 我从来没想到 现在谈恋爱 能谈成这样 你们俩的 真的是很难过 他不分场合 你知道吧 就叫突然你知道吗 他叫王突然 你叫彭晓磊 这挺好挺好 来 还有 就是 太喜欢他了 我真的是跟他一起出 就是每次跟他一起出门吃饭 我真的心累 心累 特别累 我只要一大家出门吃饭 三个点 是用来逛 吃哪一家的 就前两天 我们刚来天津的时候 然后吃什么 然后我们在周围逛了好大一圈 真的好大一圈 是不是 我们过好大一圈 然后呢 我们来吃这个 吃不吃 然后我们硬找 找到了第八家 说再往前走 走到前面的第八家 去吃哪家 走到哪家 他还变卦 是你吧 再走到第八家 然后你吃了 然后到里面 吃了那个叫什么 饼啊 凉皮跟肉夹馍 然后吃了一口 哎呦我的天哪 他就在那 在那跟我诉苦 从中午到晚上 我们就吃了那一顿饭 因为他不让我吃 我每次跟他出门吃饭 的时候我都说 要不然我自己 先垫点肚子 然后我再陪你慢慢找 可以吗 不行 干什么都要 都要跟他一起找 然后找到最后 然后什么都不好吃 那你别吃饭了 你看你现在 瘦成惊一样 对 那挑食还不行啊 不是你挑食 你挑食就有点过分了 而且他这个人 特别纠结 你知道吧 就是买衣服 他看这个款式 他说 这个款式还可以 我说那买啊 他说不行 这个颜色不好看 颜色不好看 没关系 我问服务员 还有没有别的颜色 服务员把那三个颜色 全部拿出来了 给他看 好像有点不太好看 不是啊 那件衣服也没多少钱 是不是 你买的 你喜欢哪个颜色 我给你买哪个颜色 三个颜色都喜欢 咱就全买 可以的 那三个都不喜欢啊 你说你喜欢那个款式 然后逛到最后 女装店 他绝对不逛了 现在 他现在只逛男装店 逛男装 不是给你买吗 想着 你想着给我买吗 你自己不也在试吗 那难道我怎么试啊 你现在夏天的衣服 是不是全部都是男踢 那我还说呢 我现在穿衣服 嫌弃我 那天跟他一起出门 说我穿的太男生了 我就穿了一个长踢 加一个破洞牛仔嘛 说 你这穿的啥呀 我说 我同学说挺好看的呀 然后这就得了 非要给我买 买那种特别女性的 小裙子啥的 我说我真的不喜欢这种 他说不行 你就得穿这种 那我不能有自己想法呀 我不喜欢穿 就是不喜欢穿 干嘛非得强迫我呢 不是啊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现在又来说 嫌弃我是什么意思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比现在 稍微好一点好吧 有好毛病 跟着你之后 添了多少毛病啊 你得反思啊 我真的 真的就是觉得他 男生你说 淒淒歪歪的 我觉得真是 他穿的太男生了 你说一个女孩子 跟我走在一起 像个女孩子一点好不好 就你看 穿这身裙子 还可以吧 这件衣服还是我挑的 是吧 你不就是嫌弃我吗 嫌我不女生 那你跟别人 女生的人在一起去啊 那我衣服你还穿呢 不是吗 那我不是因为 想把你的衣服拿过来 然后不想让你穿那件吗 你就是看着我衣服好看 结合女生吃饭如此挑剔 和这两个人的身材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们其实特别 就是这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特别适合他们 叫筷子兄弟 瘦瘦的 还吵啊 还说笑声 还有别的吗